男嘉宾李先生 三十岁来自辽宁 餐馆经理 女嘉宾赵女 十二十七岁 新疆代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夫妻 结婚几年啊 不到三个月 不到三个月啊 对 我的天哪 认识多久了 从认识到结婚一年 从认识到结婚一年 就现在你们俩 这是从认识到现在 第十五个月是吧 不是 就是一共是一年 这是第十二个月 行 差不太多 怎么认识他 我在沈阳出差 然后他在路边卖唱 你不是餐厅经理 你在路边卖什么唱啊你 刚好休息嘛 晚上没什么事 在这边闲溜的 然后因为我以前 也是说作乐队的 正好刚才那天晚上 有一哥们在旁边 弹琴唱歌 我就看着挺手痒的 就跟他接着玩了一会儿 哦 对 然后呢 然后就 我个人就是 也有一个梦想 然后也是比较喜欢医院 然后就互留了微信号码 然后慢慢就接触了 你主动搭讪一个街头的 流浪歌手 是这意思吗 算是吧 哦 那那个时候你不知道 他是餐厅经理是吧 我不知道 那你那个梦想是什么 我问问 我的梦想就是 能够走遍中国的每一个 脚脚落落吧 就以流浪的方式 哦 这是你的梦想是吧 对 所以一看这个流浪歌手 准备搭班跟他一起去流浪 是这意思吗 是 真的假的 真的 确实是真的 因为就是我们两个走到一起嘛 可能也是说 因为之前就是互留了微信嘛 然后聊一聊啊 这个三观挺合的 我们俩有共同的梦想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走到一起的 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老婆认为我们两个之间有问题 那既然她认为我们有问题的话 那就让她来说吧 好吧 好好好 您说说啊 其实我们之间我觉得问题挺大的 就是从生活的琐碎也好 从这个梦想方面也好 她去年给我许诺说 今年六月份咱们出发 就是到现在了也没人去 然后我说 那咱们不能去流浪 那咱们过稳定的生活跟我生孩子 她也不跟我生 你是要想要娃了是吧 不是 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二十七了 她是三十了 再不生孩子的话 就是高龄产富了 就生孩子比较困难 为啥不生啊 任女友 因为刚刚也说了嘛 就是我们两个人从认识到结婚 才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 还有点薄弱 现在养不起孩子 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所以说但是不想要 行 这算一个理由啊 也不着急嘛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你老婆说你答应要跟人一起流浪对吧 对 现在你还没流浪 这是为什么 就是还是刚刚的那个问题 因为我们从认识的时候 到结婚就整个一年的时间 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两个 这个进程会这么快 竟然结婚了嘛 对不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也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了吧 我觉得就是流浪这个事啊 就是在现在来做的话 有点理想化 您这流浪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流浪不是指穷游 就是我要去走遍每一个好的地方 或者不好的地方 我可以卖唱来生活 或者说是我带一台打印机 我可以去卖照片来生活 就是给一些穷的地方 你带着你的设备去给他们拍照片 是打印给他们收很低的费用 这块就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那不需要什么钱啊 我也觉得不需要什么钱啊 对啊 我们两个才刚刚结婚没几个月 工作才刚算稳定下来 如果说现在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双方父母都不好交代 这个我觉得大概都是浮在表面上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你们俩在日常接触当中 你觉得你先生跟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还是也有变化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 就是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无微不至的 刚开始我说我没有吃饭 他就能给我叫外卖 我生病了他会给我买药吃 就是比较体贴 那结婚之后我发现他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控制欲特别的强 控制欲强 对 他特别想控制我的所有的一切 打个比方就是我买东西 就是我要买这个东西 如果我询问他的意见 就必须得按他的意见去做 而且就是我不能反驳 不能有任何的不愿意 哦 为啥 我老婆说这个事情我承认 可能是有一点 就是在我的观念里 因为我一直也是做管理层 可能说对工作上的一些东西 把它带到生活当中了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 我可以给你足够的自由 你去想做什么都可以 不用来问我 你想要自由可以 但是你要是询问我的意见的话 我希望是最好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关键是我听完他的意见之后 还会生气 之前就是我俩一块出去玩 那天就是我想穿一条黑裙子 然后他说给我洗了 我那时候就已经把那个 就是黑色的丝袜套上了 他说洗了行 然后给我丢了一件 就是比较颜色鲜艳一点的裙子 我就换了一条肉色的丝袜 他又给我扔过来一条黑裙子 然后让我换上 我就又换上了 还是听他的话换上了 换上之后我就说 那件衣服有点厚味比较帮 然后他就特别生气那种 那天是怎么的呢 他就问我 我那裙子呢 我说可能是洗了吧 就是没找到 然后他就换了一套 自己觉得比较舒适的衣服 我说那件裙子也是你丢给我的呀 是不是你要穿的呀 是不是你丢的呀 它是他要穿我才丢给他的呀 哎呀 你说那条黑色洗了 然后你就穿这个丢给我的 然后我就穿了 你又给我丢另外一件 我又换下来了 先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完好吗 先让我说完行不行 我可以继续了吗 那个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 那就算了吧 别说了吧 不是 你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 我这人也是这样 我跟你出风的自由 让你在我这场里说话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 你就听我的 要不然我就生气 那你生气吧 我还要继续说 那不行 就不能说了 对不对 好 接着说吧 接着说吧 是这样 就是因为他既然换上了 我认为就是说 没什么问题了呀 你既然是心甘情愿 去答应做这件事 你大哥 我不心甘情愿 我没让你说 你非要说 说完之后 你让我说好你 我怎么心甘情愿 那你不说呢 所以啊 很别扭吧 是 你其实说一句 有什么了不起呢 心眼太小了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做家务的问题 做家务的 就是结婚之前的话 我问过他 我说你平时做家务吗 他说我做 然后结婚 你让生活没办法 结婚之后 家里的家务 基本是90% 是我个人承担 这么长时间来 他就主动做过一次家务 是我可能不会主动去做 但是每一次他要求我去做 他指使我去做的 我都是马上就做好了 你是马上去做吗 你是拖延 你去打吃鸡 打一把 行 你说这把死了又去 然后又开第二把 然后拖到我去 帮你做完了 我没有说不去做 刚才说你等一会儿 我真把手刀是弄完了 我就去了 但是为什么不等呢 你就等不及 就是你去做了呢 那你游戏 为什么要开第二局呢 这我没法解释 我觉得思维方式的问题 其实婚后的生活 都有这种磕磕碰碰 就女生会觉得 男生有变化了 对吧 不像婚前 嫁给你之后 他有变化吗 他怎么说呢 他特别喜欢 去逼我尝试一些 他认为特别好的东西 比如 比如 我自我跟他回到家 跟他闺蜜一起吃饭 喝一种饮料叫格瓦斯 好喝 您觉得好喝啊 这个东西我喝过一次 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喝了 可能是我个人口味的问题 我就在外地喝过一次 喝了一口 我整瓶都扔了 当时感觉特别不好 然后就是那次 去跟他回了家 去跟他闺蜜一起吃饭 他喜欢喝这个东西 然后上来之后 我一直告诉我 你尝尝这个 你味道挺好喝 我说我不喝 我喝过 我这辈子都不想 再喝这个东西了 就说你尝尝 尝尝 后来就是 给他闺蜜都弄得不耐烦了 那人家不喝 就别让人家喝了 别让人家喝干什么了 他觉得我强势 那反过来说他不一样吗 那不想让你 跟你分享一下 人家喜欢的好东西吗 但是这个东西 我尝试过了 我知道我接受不了 我已经明确地表示了 我接受不了 还有别的吗 也是就是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咱们大部分人喝的奶茶 都是甜的对吧 咸的呀 您还喝过咸的呢 奶茶当然是咸的了 您在哪儿喝的咸奶茶 内蒙就是咸奶茶 奶茶就应该喝咸的呀 那您厉害了 我从小到大喝的都是甜的 也是跟他回老家 就是他们那边的奶茶 就是咸的 但是我觉得我就接受不了 然后说你尝一口 尝一口 就尝一口 我拿那勺 崴了一口喝了 后来又有一次 还是逼着我喝 说你喝 多喝几次 喝习惯就好了 但我就是不喜欢喝呀 那你这个就别逼他了 你们俩谁说不要孩子的 我说的 快举起手来 支持他 他这个决定做得太好了 太对了 为什么呀 我觉得现在生孩子挺好的 我们俩现在是有 李先生 刚才上来的时候就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婚姻 没有问题呀 所以呢 你让他说 结果全场我都在听你说 他提出问题 我就给他解答呀 但是后半场 全是你一个人在说 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这其实表现的是 你们两个有时候 在家里的一种相处模式 他说你强势 我觉得是的 我们都知道 婚姻当中会遇到危机 七年之痒 中年危机 而事实上 婚姻当中的第一个危险期 就是结婚以后的 一年时间之内 为什么 第一 婚前所有的性格习惯 表现起来都是抽象的 但是婚后 他开始由一件件 具体的事情构成了 这也是你们相处的时间 过短导致的 不够了解对方 第二 你们对于婚姻的期待 是不一致的 你其实骨子里面 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 老爷们 在家里 说一不二 我要稳定的家庭生活 我要稳定的未来 我才能生孩子 但你老婆 明显拥有一颗 自由的灵魂 她以为自己找了 一个流浪歌手 可以陪她一起去流浪 实际上是一个 扮演流浪歌手的餐厅经理 当你面对这个 自由的灵魂的时候 你依然用着 自己传统的规则 来约束她 她就会异常的不舒服 比如说你刚才的 那个理论 你要不别问我 你问我就得听我的 她是你老婆 不是你的下属 夫妻之间 有一种沟通 叫做讨论 可能都是废话 但这就是两口子 过日子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一定要 收敛一下自己的 这种强势的状态和脾气 还有你自己所谓的规则 我想跟女生说 你今天来到 节目现场的两个诉求 第一 让她陪你去流浪 不可能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 她任何一点 想要去流浪的心 也许就是你们在 相遇的那天 有那么一瞬间 她的心情被点燃了 说哎呀我可以 跟你去做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 她就是一个在规则 范围内行走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 孩子这件事情 我倒是觉得可以缓一缓 不要纠结于是27岁 还是28岁 你们夫妻磨合好了 然后再去生这个宝宝 明白了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我先跟女生说吧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你要么给我一个梦想 要么给我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首先第一个 梦想不是别人给你的 梦想是自己争取的 第二个 孩子也不是别人给你的 孩子是经过两个人的意愿 我们共同希望一个孩子诞生 他不是谁给谁的 我希望这两点 你能够从自己的认知里面 矫正过来 然后接下来话呢 大部分是要跟男生说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老婆是不是情绪不好 是不开心 对 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是不是问题 是问题 是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作为老公 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它 是啊 我发现你是一个 特别喜欢逻辑自洽的人 就我提出一个观点 然后我有一整套的逻辑 我可以说服自己 也试图拿这套东西来 说服别人 你是觉得我是对的 但是呢 听你在说话 那个人觉得 你怎么老公我抬杠 所以呢 逻辑自洽 导致于你经常会去 跟人争辩对错 你在社会上 你大不了跟人干嘛 没关系 问题出现在什么情况 问题出现在 她是你老婆 老婆和你是亲密关系 你跟她一直讲逻辑 你跟她之前 没有讲情感 当你一直在讲逻辑的时候 你其实缺了情感的交流 梦想也好 孩子也好 她要的是什么 她要的是情感嘛 她要的是情感的陪伴 她要的是你表达出爱 表达出关心 说白了 无非就是这样 作为老公 最重要的一点 根本就不是跟老婆讲道理 而是让老婆感觉到 开心的时候有人陪 难过的时候有人哄 时时刻刻身边的那个人 不是一个机器 不是一台电脑 而是一个能陪在她身边 温暖的人而已 就这样 我想问几个 我整场都很困惑的是 你们一直在讲说 太快结婚了 对吧 对 我能到回来问一下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快结婚吗 觉得特别喜欢她 但是 我真的很喜欢她 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她说我没有想到 婚事来得这么快 你那么快 就答应了她 或者说你更主动地 促成了这场婚事 我这样解读你认为正确吗 我觉得正确 如果你是一个青春而热烈的人 你得找一个懂得欣赏 你这种青春而热烈的男人 如果这个人不懂得欣赏 你的青春和热烈 他就会把你理解为是不坚持 现在她 挺充分的 调整吧 结婚了 需要疼老婆了 你就学会懂她就好了 下面的时间你们自己来吧 一起进入申请60秒 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怎么过 因为你变化太大了 我不知道我们结婚 是不是过于仓促 我不知道你内心 到底还爱不爱我 我从始至终是没有变的 我是爱你的 我也是想跟你过下去的 确实我是有一定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既然认识到了 我以后就尽量改正 也希望咱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吧 我真的是没有变的 我依然爱你 你能相信我吗 我不知道 我许你一年时间 一年以后 我们生一个孩子好了 谢谢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看结果 请开门 有请 来 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谢谢